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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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嗨 小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玩具对对碰 我是你们的小兰姐姐 我是月月姐姐 今天我看到这个摆设 我们是又来到了恐龙世界了吗 对 这就是我们超级熟悉的恐龙岛 哇 那今天是不是有很多 奇妙的各种形态的恐龙 来到我们的玩具对对碰里 对的 那么今天呢我们 请到我的小伙伴呢就是我们的 恐龙力险队的这些 小队员们 那赶紧 我都已经迫不及待了 那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玩具 对对碰吧 刚刚月姐姐说今天有我们 恐龙探险队的小队员来是吗 嗯 是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这个场景里面 有一些恐龙在 哎 那我这里呢有一只超级厉害的霸王龙 哇 这个好霸气啊看起来 嗯 不过霸王龙呢 说到霸王龙我这里也有一只 噔噔噔噔噔 虽然看起来个头呢比日姐姐的霸王龙要很小 强一点点 但是霸王龙都是一样非常厉害的 对对对对看起来都很顺 对那我这里呢就有一个霸王龙的队员 那它就是我们的韦斯 是一个红色的 那现在呢我们看到它是一个车的形状 它呢有极速飞车的特别厉害的技能 嗯 那其实呢它是一个霸王龙 哇霸王龙它怎么能变成霸王龙的形状 就是小脚给变出来 嗯 然后呢是它超级厉害的两个爪子 脑袋往上拿一拿 然后你看它还可以张开它的血盆大口 哇 说到霸王龙啊 我这边也有一个恐龙探险的小队员 他的名字呢就叫做洛奇 嗯 虽然它现在也是一个这个 车的这样一个模样啊 那我依然也是可以给它变成一只霸王龙 哇 我看它这个颜色非常的特别 而且跟你这个霸王龙的颜色还是有一点接近的 很搭 非常搭配 哇 它现在的大嘴已经出来了 血盆大口 哇 看起来还是很厉害的 嗯 它也是可以变成了霸王龙 看我们两个谁更厉害 哇 它们两个是准备要在这里打一架吗 自杀一番 哎 那我们除了霸王龙 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龙 哎 就比如说我这里有一个 这是什么龙 异龙 异龙 对 因为它呢有两个超级大超级厉害的翅膀 哦 哎 那我这里呢还有一个异龙的队员 异龙的队员 咚咚 就是我们的这一个 它的名字呢叫做乐拼 乐拼 对 那它现在呢是一个飞机战机的形状 嗯 其实呢它也是可以变成我们的恐龙的模样的 那接下来呢就赶快让它变个身 首先呢要把这个 看起来是飞机的样子可以变成恐龙吗 对 因为它有两个非常结实 非常厉害的翅膀 哦 然后呢再把它的小脚拿出来 哦 现在呢我们就是 翼龙的形状已经出来了 哇 是不是还是挺威风的 对 而且它有翅膀嘛 对 哎 跟我们刚才的霸王龙什么的 都是不一样的 嗯 超级厉害 哎 那说到翼龙的话 那它是长着翅膀的 我这里也有除了霸王龙之外的一只龙 那就是我们这只 三角龙 哦 对 它看起来也很特别 它看起来浑身都带刺 对 好像也很厉害的样子 嗯 那同样我这边呢 三角龙也有着三角龙的这个恐龙战队的小成员 嗯 它的名字呢叫做Tone 然后呢 蓝色的样子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 虽然它现在看起来它是个挖掘机的形态哦 嗯 但是我也可以把它变成一只 酷炫的恐龙 然后这里也是可以给它拿出来 啊 一个小的尾巴 对 小小的一个尾巴 然后把这个 当当当当 它就已经做好了 嗯 哎 那除了我们的这些的恐龙之外呢 嗯 还有一个超级粉嫩的非常可爱的队员 啊 还有一个粉嫩的队员吗 当当 哇 看起来像一只小猫咪哦 对 那它这个恐龙应该还是 萌系 对萌系 那它呢其实是弯龙 对 哎 是不是很少听说这种恐龙 弯龙确实没有听过哎 小朋友没有听过吗 可能这个恐龙太萌了 所以就消亡的比较早 可能是 但它是怎么变成恐龙形态的 嗯 它其实就是先把它的小脑袋伸出来 然后它两侧呢有一个这样的 然后就是它的小脚 哎 那我们就把它放到最中间的一个位置上 嗯 看起来像是一个特别可爱的一个小公主 对 非常可爱 那我们今天是一共有五个不同种类的这样一个恐龙战队 那不知道小朋友们你们最喜欢最支持的是哪一位小队员呢 嗯 好啦 小朋友们 在今天的玩具对对碰当中呢 我和月月姐姐一共是拿出了五种不同的恐龙战队的队员进行对抗 不知道小朋友们你们最喜欢的是哪一只呢 对的 哎 那我们现在呢面前具有物质超级厉害 并且是形态各异的恐龙啦 嗯 嗯 那如果小朋友们喜欢他们的话 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一定要记得关注我们哦 玩具对对碰 当然啦 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其他节目 比如说玩具欢乐秀彩虹屋之类的 也可以找到我和月月姐姐哦 对的 那么小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故事啦 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